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国时录 第二时段的播报 好,我们来看第一则消息 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发展 能源与环境的副国务卿克拉奇 17号访问台湾 参加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追思活动 国务院和中华民国外交部 在美东时间16号 同时宣布了这项消息 克拉奇将在台湾时间 17号下午3点抵达台湾 但外界高度期待的台美经济与商业对话 则不在本次访台计划中 知情人士表示 克拉奇访台的时间是一天半 商务部助理部长史宜恩一同前往 为美台即将举行的经济商业对话进行事前沟通 美国国务院指出 美方赞扬李登辉持续推动强劫的美台关系 并通过共享政治和经济价值来实现充满活力的民主 李登辉7月30号在台北逝世 告别礼拜定在9月19号 知情人士表示 在确定李登辉告别礼拜的时间后 台方于8号向美国提出 希望能有代表到台湾调研 国务院后续安排了克拉奇的访谈行程 克拉奇是台美断交以来 首度访问台湾的国务次卿 外交部指出 这是美国国务院自1979年以来 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官员 好 我们再看下一则消息 字节跳动称 TikTok最终协议签署 仍需美中批准 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17号表示 有关甲骨文成为TikTok技术合作伙伴的 最终协议签署 还需获得中国和美国相关部门的批准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17号表示 他还没准备正式同意 有关甲骨文和TikTok的交易提案 并称他17号将收到有关此事的报告 而美国前国家安全官员和监管律师指出 字节跳动要说服白宫 允许其保留旗下 在美国的TikTok多数股权 可能会面临一场艰难的斗争 据悉字节跳动已向美国官员提交了一份计划 希望能保留TikTok全球业务的多数股权 并在美国成立TikTok总部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 正在审核该交易提案 好 我们再看下一则消息 非法为中国购买军用冲气船 佛州华裔女子认罪 最高可判15年 佛州杰克逊维尔一名华裔女子 在法庭上承认 协助中国购买军用冲气船和发动机 并准备将物资偷运出境 如罪名成立 最高可判刑15年监禁 据媒体报道 该案件15号在杰克逊维尔提审 34岁的嫌犯杨承认两项控罪 并在法庭上交代 自己在中国出身 2014年移民美国 跟随丈夫在当地生活 案情透露 她和丈夫连同两名中国籍人士 开设了一家名叫BQTree的公司 并与上海清风科技公司合作 非法运送美国物品到中国 她负责购买8艘 由美国厂商制造的军用冲气船和发动机 这两项物资中 冲气船可从潜艇和飞机部署 发动机则使用多元燃料引擎 据称解放军尚未掌握同级装备 杨承认利用他人给予的11.4万元 向美国公司洽购冲气船 尝试将船艇运到中国时 又在出口海关的表格上讹称 货物的目的地是香港 法庭文件显示 联邦人员去年调查时 杨阳已承认自己的唯一顾客 就是上海清风科技 而他与对方沟通后 也知道冲气船其实运往中国 而不是香港 目前杨阳与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后 最高刑期可能达15年 并需罚款50万元 法官接纳认罪协议后便会判刑 期间杨阳会继续羁押 杨阳是去年10月 在加州的深河赛住所被捕 他的华裔丈夫杨帆也同时落网 杨帆是美国海军上尉 获准接触最高机密 当时的拘捕行动中 上海清风科技董事长 葛松涛及27岁中国女子 郑燕也一起被捕 官方指出 葛松涛是暗中主谋 定于明年受审 郑燕则在洋洋暗中冲到买家 据悉 郑燕试图洋洋手中购得船艇后 在交付中国农业部渔业局 他在上个月已经认罪 好 我们再看下一则消息 中美关系紧张 中资科技大鳄纷纷落脚新加坡 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 美中贸易战也还在继续进行中 这使中国的科技大企业 纷纷转向新加坡 因缔约接近 在中美抗争中又趋于中立 因此新加坡成为很多大公司的首选 其中包括腾讯 阿里巴巴 以及抖音的母公司 字节跳动等公司 专家分析 新加坡过去就是西方公司 在亚洲的金融中心之一 随着中美在科技领域持续抗衡 中国的科技大企业 为了分散风险 也决定进驻新加坡 根据海峡时报报道 中国科技大鳄 腾讯和阿里巴巴 都已在新加坡新设据点 而字节跳动 据传也准备投资数亿元的资金 准备转向在新加坡 及东南亚市场 腾讯15号表示 在新加坡设点 是在东南亚的策略性扩建 据BBC报道 在美国打击中国应用程序 和科技公司的反制策略下 腾讯旗下的微信字节跳动的抖音 以及通讯公司华为 都将被美国禁用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学者吴东安指出 在中美形势紧张 以及与美国市场脱钩的风险下 中国科技公司寻求分散 中国内外业务 是可以预见的 他表示 由于科技产业上的比较优势 与中国地理上接近 以及作为东南亚的创新中心 新加坡成了理想的据点 此外 由于新加坡拥有先进的金融和法律系统 以往就是西方公司在东南亚的基地 另外 再加上香港的政治动荡 也让许多公司 纷纷在亚洲寻求更稳定的商业环境 中国科技专家马瑞表示 包括谷歌 脸书 领音 等许多西方公司 作为亚太总部的据点 对中国企业来说 肯定也会因为相同的原因 被吸引到新加坡 好 我们再看下一则消息 美驻中使团副团长 傅德恩将任临时代拜 现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布兰斯塔德将于10月现任返美 他今天主持任内最后一场记者会时证实 将由副首傅德恩出任驻中国临时代拜 根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网公开的资料 傅德恩有近30年的驻外经历 2002年至2005年 曾任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处长 2015年至2018年 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 2018年7月赴北京 担任中国使团副团长 此外 据资料显示 傅德恩的夫人纪惠娟来自台湾 布兰斯塔德表示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 过去三年多 在重设和重新平衡美中关系上 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说美方想要一个以公平对等为基础 以结果为导向 具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 他表示 如果美中继续遵循这一路线 将会在两国都看到有意义 可衡量 并且积极的变化 他也提到 美国依然致力于 推进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及安全 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 尊重国际法 包括南海航行自由 也会继续对台湾海峡的安全及稳定 做出贡献 美方持续呼吁两岸双方 以和平对话的方式接触 布兰斯塔德重申 美国并不寻求围堵中国 而是想看到中国繁荣 作为一个全球体系 具有建设性的支持方 美中有共同责任 重建这段重要关系 让它可以对等公平且可持续 这将确保两国和全世界的稳定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转发留言和点赞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把真情交换 大家有时多分担 为你唱心怀 少一番新舞台台上花边前 为你我解放游台下万人穿 社区间消开眼 双手捧着温暖 新手相连在一起把爱火点燃 爱飞机一起来 爱飞机一起来 我向你召唤 为幸福 为明天 为你把心打开 爱飞机一起来 大家去舞台 有你在 有我在 生活会更精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